来 如诸位所言 温若寒二子已丧 无人率军左右夹计 现在只剩骑山孤军一职 我等率军长驱之入 势必捣毁温氏老朝 话虽如此 但各位不要掉以轻心 温若寒最大的杀手锏 非他二子 而是他手中的陰帖和他的傀儡 泽吾君所言极是 温若寒之所以敢大肆血洗先门 正是因为他有陰帖加持 他可以控制他人 操控傀儡 与人对抗 这也正是 今日赵大家所要商议之事 究竟如何来对付温若寒手中的陰帖 温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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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聂宗主 温若寒的那枚陰帖 祸不足律 所言何意 言之陰帖 没有克制之物 魏公子 不如把话说轻一些 泽吾君 不是魏英有意隐藏 蘇质 岳如之后 自有分享 魏公子 你怎么 不配剑了 不想配而已 这个魏无羡是故意来泄耍我们的吗 阴铁怎么会有克制之物 难道是自己克制自己吗 王姐 你说魏公子为何那么有把握 能在粤鱼之内 就可以找到对付温若寒的阴铁呢 我不知 为了阴铁 折锁了多少先贤前辈 恐怕魏公子是太过自信了吧 王姐 我有一事问你 依林监察辽众人之死 是否真的与阴铁有关 不是 兄长 他不会如此 不过依林之事 确实有些匪夷所思了 你们赶到夝林之时 有没有发现什么异样 兄长 世上之事 是否都有定规定法 我们下注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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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